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辆超过120万辆 可谓是国民认可度相当之高 作为年度改款车辆呢 它在外观 内饰和配置上又有了一些升级 三好学生还这么努力 紧凑型家教市场的其他同学估计又该慌了 我们收集了网友们关于这台车的一些问题 挑选出来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给大家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新车的外观和内饰改动大不大 新款E动Plus呢 它升级之后是有两种外观 分别是豪华版和运动版 整体呢 都更加的年轻化 咱们这一款呢 是运动版的前列 运动版的前脸这块呢 是黑色蜂窝式的网格 它的大灯呢 采用的是三角形的样式 灵力的边角更强调个性 豪华版的车型呢 前进气格山采用的是横向的多个条装饰 车身的侧面呢 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换装了全新造型的轮轨 尾灯进行了升级 配备了时下流行的贯穿式灯主 进入到车内呢 新款的方向盘 电子的挡霸 双连屏的设计 内置的是长安最新的车机系统 娱乐性的配置呢 也比较丰富 全车的皮质座椅呢 柔软舒适 整体的内饰呢 是比较有档次的 能摸到的地方都用的软包 安全配置呢 也比较全面 配备了全景影像 碰装预警 自适应巡航 车道偏离运行等等 同时呢 手机还能实现远程开关 空调 车窗 这个功能在大热天或者是大冷天的时候用上 你就知道真的有多香了 整体的智能化程度呢 在同级别的小车里呢 真的属于是独一份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作为7到10万元的车 它的动力怎么样 接下来呢 我们就实际体验一下 这辆车它的动力调教呢 偏向于舒适驾驶 整个动力的衔接呢 比较顺畅 输出呢 相对比较平顺 它的变速箱和发动机呢 是有着比较默契的匹配度 咱们一会儿来给它来一脚地板油 体验一下 即便是这种比较激烈的驾驶呢 它的动力集中释放呢 也是比较线性的 加速的时候并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 涡轮介入带来的那种爆发力 而且在经过比较高的减速带的时候呢 它这个也是比较偏软的 但是底盘过减速带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还算是比较流畅 整体上呢 长安移动plus呢 就比较强调家用的这个取向 包括它有良好的这个隔音效果呀 80公里每小时提速到100公里每小时 它的噪音几乎是没有明显的增加 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家用的小轿车 其实它隔音是很重要的一点 它是你买车的时候你看不到 但是你开起来是相当影响驾驶体验的一个东西 另外呢 像这个刹车和油门呢 它整体都偏软 转向的阻尼感呢 也是偏轻柔的 稍稍都有一些虚伪 试驾已经结束了 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往有没有关心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这台车在国产品牌中算是能打的吗 作为中国的自主品牌 长安呢有着强大的技术研发背景和多年来针对市场变化所做出来的努力 一直都是走得稳稳当当的 而且10万级以内的代步车呢 家用轿车呢一直都是咱们老百姓买车代步的热门之选 全新的移动plus呢 相较于国产品牌D豪L有着更强大的产品力 对比合资品牌的轩翼和朗翼呢 也是毫不逊色 而且它还是保持了长安汽车一贯的高性价比 所以口碑高呢 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合以上呢 我们大概是给它了一个四星相的分数 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内容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